太森,有没有怎么跟田野打一招 大家好,我是施火哥 今天是2020年6月28日 大家都看到了 我也不必再多言了 田野已经疯狂的叫嚣 要和拳王太森来一场 田野挑战太森的完整视频 我将在后面的部分给出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为什么田野现在又发疯了 田野同志是难得一见 在擂台打斗表现上 比擂擂大师还要惹人耳目的一位奇才 他不单单是输给了徐晓东 而且在与太极雷雷的对战之中 好像也没有讨得什么便宜 最后也处于下风 大家知道 我们的雷公太极雷大师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 是个什么地位 而我们的田野大师 居然连雷雷都没有办法战胜 好我再强调一下 田野是我们的以太极嘴法著称的 雷雷同志唯一不用嘴打败的一位选手 而如今我们的田野大师 居然直接向泰森发起挑战 对泰森 曾经的世界第一重量级拳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那个画面是多么的波澜壮阔 我是指的是 如果田野真的跟泰森来一场的话 田野大师 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 我认为也不稀奇 可以从他以前的一些言谈举止 我们就可以看出端倪 田野大师 他本来的职业是一名电汉工 自从在武术界扬名立万以后 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 叫做汉武帝 田野同志 他亲口说 他不愿意再回到以前的生活 决定放弃他的电汉事业 全身新的投入到搏击行业中来 他宣称啊 因为他与徐晓东对决的事啊 已经天下皆知啊 他现在已经是个名人啊 等于是正式进入了搏击圈啊 以他现在的身份和地位啊 他是不可能再回到原点啊 回到以前的生活 既然啊 他抱有这种心态来看待现在的人和事啊 再加之啊 最近一段时间 武林上已经是又开始了 又一阵的高潮叠起啊 一开始是徐晓东与一龙之间的骂战 接下来又是马宝国大师的实战表演啊 再后来呢 那又是现在的徐晓东与雷雷之间的一场纠结 那田野大师看到了其他几个武林民宿啊 都纷纷在展现自己的实力和自己的风采 他肯定就不甘落后啊 直接就傍上了最大的一个大腕啊 就是我们的泰深同志 好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田野同志 就是对泰深的一番自我挑战宣言啊 泰深有没有总跟田野打一场 泰深跟田野战一场 不知道大家看了田野同志的这段秀啊 有什么感想啊 我是觉得有一种非常凄凉和悲苦的感觉啊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 田野同志以他现在的状态啊 去与泰深在雷台上啊进行一场搏斗 那个场面会是个什么样啊 简直无法想象啊 我们来随便回顾一下泰深的某些精彩时段吧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